開始了,很高興可以請到三位評判 可以說都是嘉賓 我是香港小童鬼異會的記者 我叫佩琪 先問一下第一條問題 很簡單 你們這次是用什麼評判規則去評判一次比賽? 我們大會已經設定了 主題演繹會分為聲調、表達、合作性和台形 除了大會設定,你們會否加入自己的規則 我會看整體表現 以及走上來的自信心 剛剛聽三位說 所有參賽者都覺得很好 有些人不能進入決賽 可能覺得很可惜 你們心裡有沒有覺得 除了三位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可以進入的呢? 剛剛在休息室裡,我們也有聊過 因為大家的心水一定有點不同 打架 在裡面爭吵 我覺得比較好 有的 有的 最後是怎樣選擇呢? 因為有時小朋友講故事的時候 故事的選取很重要 因為故事很表達到 小朋友本身 他的樣子或者他喜歡的東西 他會假裝老虎 精彩一點 還是他的小朋友是假裝老鼠 本身他天生的樣子假裝老鼠 已經比老虎好 有些小朋友天生黑漆漆的 他可能假裝老虎 我說很全神 那我們這件事很重要 另外就是故事裡面有多少個角色 如果同一個故事裡面有七個 或者八個角色 我們評判聽起來 這麼短時間 很難去了解到故事 他想互動 或者他想帶的什麼訊息 這裏都會是 就是我們 大家最後討論的時候 的一些準則 或者再細分的時候 我們怎樣分高一下 這裏都會佔了一定的因素 在裡面 原來是這樣 糟糕 我有點忘記了問題 不好意思 哈哈 你可以吃飯的 這一段 是啊 其實 你們覺得這個 講故事 有沒有什麼秘訣 可以說得更加好的呢 我想其實 那個評選 那個叫什麼 規則 都應該說了 最重要的幾件事 但是我想剛才我自己說的 我覺得自信心很重要 走上來 可能咬字很清晰的 表達很清晰的 但是可能自信心差了一點點的時候 就會在評分上會差跌跌 其實那些小朋友 只要他們上台 他們會有信心 覺得自己說的故事 是很好聽的 他們就可以感染到所有人 這是很重要的 時間的允許 暫時問這麼多 希望有機會再問你們 多謝